大家好,这期视频我用行书、楷书、草书、历书写寿字。寿文化是中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诗经、老子等古典文献中有极其精辟的论述。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,寿文化更加完善,我国各族人民养成了丰富多彩的助寿习惯,如60岁成为初寿,80岁成为中寿,百岁则成为高寿。 80岁以上的寿星,应该将寿字挂在客厅正门队的地方。客厅中堂位置呢,一般都有寿字、福字等单独的大字,在两侧呢,挂上对联、上联、福如东海长流水、下联、寿比南山不老松。 这三者构成了一个艺术的整体效果和惯例。 寿字虽然代表着吉祥长寿的美好寓意,但是不能乱送。 家中有6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送寿字,未满60岁的不能败寿,因为这不吉利。 也不能送五符捧寿,也就是一个大圆寿字,旁边是五个蝙蝠。 写寿字的时候不要断笔,最好不要缺点。 好看。